大家好 我是袁胖 发明能变发财 大家对发财感兴趣的 可以摆兜我们的发明名商城 今天我也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 新型的发明项目 萃取服务 今天这个发明人叫做邵志成 广东博山人 我很喜欢这个发明人 这个发明人很有头脑 他家里其实也挺有经济实力的 资产是上亿的 但是他为什么搞一个这样的一个 萃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小发明呢 是因为这个邵志成的父亲 他是一个老中医 他一生病了 他父亲就给他熬中药吃 有一次他发现 他父亲在熬药的时候 把药给熬糊了 他父亲很不开心 所以他就想着 他是不是能发明一种 熬药的这种萃取服 给他的父亲 因为我父亲是比较好强的人 他觉得自己不好了 没用了 就觉得我心里很窝着 很不舒服 所以我想做一个 让他很开心的一个发明 让他很容易做 看来这个发明人是非常的有效性 为了让父亲可以轻松地煮药 也就是为了让父亲开心 他就不辞辛苦地去发明一个萃取服务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发明萃取服务 最主要的是安全 因为他一用上电 用电的话 他就设计到这个加热 刚好呢 我们这位邵师傅呢 是做温抗的 所以呢 这一方面他是很有优势的 设计上 我可以在里面设计三个问孔 第一道是下 第二道是下 第二道是下 我可以带第三道去做一个安船 他的这个萃取服成功了以后啊 送给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呢 那就是非常高兴 他觉得一切的辛苦啊 都是值得的 我这个发明我送给我父亲以后 让他节省很多煎药的时间 他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特别是我看见他在朋友面前煮一些茶 给朋友喝 我看见我心里 我觉得这几年所做的功夫都没有白费 小小的一个萃取服 他体现了这个邵志诚的孝心 不仅能够让父亲呢 重演效应 更是让我们呢 带来了一些方便 他父亲的经常 用他这个鸡萃服啊 去熬补药 他父亲八十多了 看起来像六十多 你看 因为孝心而搞发明 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凡事发明明的产品 如果找袁胖 袁胖给你送礼包 要找袁胖 请评论私信留言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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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